《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川普总统签署的那个Cares Act 上个月3月28号签署的那个 咱们简称叫援助法案吧 涵盖面特别广 民生、商业、产业各方面的援助都包含在那 一句话就是大家都拿钱度过难关 那这个钱从哪来呢 现在是从国家财政中支出了 但是你归期根本是从美国的未来中支出 花未来的钱 比如说股票市场 而股票市场一个公司的市值 实际上就是大家对你这个经营 对你的市场的预期觉得你有前途 所以你的股票价格就高 你就可以拿这份股民的信任来现在做事情 把你公司经营的更好 来符合股民的期望 美国政府发行的国债为什么能抢手 就是全世界对美国政府的信任 现在它把这个钱的预支出来 维系国民的生存 维系国家的经济生存 渡过难关 那你想 他花这个钱换回来的是什么 老百姓的信心 同舟共济的生存状态 这钱不白花 你看在美国 你看不到任何一句口号 你歌颂党 你也不知道歌颂哪个党呢 你歌颂川普的共和党吗 这民主党还有意见呢 是吧 所以不但没有歌颂 还要监督你 你执政者 你位高权重如美国总统者 永远都处在一个什么 这小鞭子不断的抽你 让你不断的往前跑这么一个状态当中 不需要歌颂 也没有口号 只有实惠 而国税局4月10号 要把钱开始往大家账户上存吧 咱们很多朋友应该这几天都收到现金了 我呢 昨天也收到了 一个人1200块钱 大家都是 如果有孩子 孩子是500美元一个 注意 这个不光是美国公民收钱 连这个就是永久居民 甚至你在美国还在申请身份的 连永久居民都不是的 你只要工作了 纳税了 你还都可以拿到这笔现金 这项法案体现了什么 是那个向平民倾斜的特征的 那个姆努钦财政部长都说了 我们不会给那个每年一百万年薪的人 寄支票的 民众获得的现金补助是不用再缴所得税了 所以给你1200 你就是1200 还有自己经营小买卖的小生意的 还可以获得一笔贷款 虽然说是贷款 但是呢 美国政府已经声明了 不是强迫还的 你靠这些钱活下来了 你生意能做大 你感激美国政府 你就把钱还了 就是这个国家在最危急的时候 它有这样的厚度 有这样的人性的温度 同样做大规模补贴的呢 还有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都在做 中国呢 中国为封闭在家里不外出工作的人做了什么呢 上亿的民工几个月没领薪水的 中共给他们补助了吗 说有它还真有 怎么算呢 以后给你算 有人都开玩笑 说中共这个补助像长江里面打了一个鸡蛋 让你喝这个蛋汤 还有很多的农村人口呢 更照顾不周了 果菜粮食烂在地里了 养殖的鸡牙牲畜 你这次一封城封省 好多地方交通不便 饲料供应不上 好多这个鸡牙牲畜都活活饿死了 你获得任何帮助了吗 有几个人被免了房租的 不但没有 还要捐款呢 党员说带头捐款 至少捐一百块 你说的党员都愿意捐款吗 几千万人 你不捐没关系 工资单里直接就给你扣掉了 问题是你捐出了款项受难的贫重 受难民众也拿不到钱 你说这钱哪去了呢 中国就有这样的 自己拿不到钱却跟省委领导一样 替中央着想的人 说 你别说中国不好了 我们中国十四亿人呐 你美国三亿人比我们好办多了 好 就算 美国三亿人只有中国五分之一 美国一个人拿一千二百美元 中国人拿五分之一 你拿到差不多一千五百人民币了吗 谁拿了 世界上税务负担最重的国家就是中共国 你说十四亿人不好发钱 那十四亿人纳税呢 你也是天文数字的 中国政府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 净资产一百二十万亿人民币 平均一个人十万块钱差不多 那你拿出来十百分之一来吧 给老百姓可以吗 一人一千块钱可以吗 哎呦 大佬 一千块钱 谢谢您呢 有人说吗 没有 美国2.2万亿 每人除了到手现金之外 通过经济提振的商业活动啊 这个医疗辅助啊 每个人能摊上七千美元 德国是八千二百亿美元扔下来 人均一万美元 中共党媒说了 230万失业人口发了失业保险金93亿 美国最新的失业人口一个月新增突破两千万人 美国都这么惨了 你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需要劳动力的产业 加工业为主的中国 你说会有多少人呢 停产了 没有订单了 多少人失业 难道会比美国少吗 中国国内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分析 实际失业人口已经突破两个亿 你给200多万发补助 两个亿的失业人口 这只百分之一嘛 剩下百分之九十九 你管不管 有网友统计了 说这个民政部发的各种援助补贴合计140亿 全国人民平均每人是多少 140亿 14亿人 一人十块钱 中共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呢 天天要求自己的人民热爱自己这个伟大的中国 他管这个国家嘛 人民又怎样看待这个国家和自己的性命呢 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什么 就是习近平先生 他不是搞底线思维吗 我们就看看这个中美两个国家 面对危机 面对民族灾难的时候 国家是怎样的底线 人民又是怎样的底线 习近平这个底线思维十八大以后频繁提出来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说了 坚持底线思维 坚持问题导向 政治局嘛 把握政治导向 对吧 他的政治局说这个话 我转左 你们就转左 我往下转 你们就跟着我往下跳 紧接着国家安全会议上 他又说了坚持底线 把握国家安全主动权 这个是很蹊跷的一句话 你知道吧 习近平为什么会觉得国家安全 会把握在别人手里呢 他要把握自己国家安全的主动权 是谁来抢你的国家安全 谁把握了你的国家的主动权的呢 一个政府 你都不能把握自己国家安全 你还有什么资格执政 是不是 这话很蹊跷 他接着在中共军队建军时90周年 在那个会议上又强调了坚持底线思维 要把心思都用在打仗上 这个中央外事工作会上也说底线思维 那么半天说底线思维了 咱们这里各个地方的朋友都有啊 咱们说到底什么叫底线思维 我跟大家说那个例子 就是说这个天津 天津过去是混黑道的 互相争地盘 天津这个混黑道 它不跟那个香港片上说 那个黑社会抢地盘 呼啦啦的一大群人拿着这个西瓜刀 开片刀过来 天津人 天津黑社会是搞自残 看谁对自己狠 烧一锅油 两边人马做定 各派一个代表出来 然后油锅里扔一个铜板进去 你手伸进去 看谁把铜板捞起来 就是比狠 这一波派出一个绑大腰圆的 狠 把手伸进去了 你想那油锅烧开了 多烫啊 咫咬咧嘴 把铜板就捞起来了 捞起来 狠吧 这是我的底线 你能突破吗 那另一边怎么表演呢 另一边一个黑社会来精瘦精瘦的 他把手慢慢放进油锅里 不着急捞 这手还在这个油锅里这么转 咕噜咕噜冒泡啊 你想 这油锅 别人一看都傻了 他手放油锅里啊 不着急的嘴里还说呢 借斯骂 这什么玩意儿 油温太低 天火 他嫌这油温太低了 借斯骂 油温太低 嫌油温低 天火 这边 你看这架势 服了服了 这一条戒 你把全拿去吧 这叫什么 这叫做底线思维 这每个人的底线是不一样的 你看这黑社会比什么 就是比谁的底线更低 比谁更坏 更邪恶 而习近平的底线思维两年了 你说他到底底线在哪里呢 你问党的干部 党的干部天天说学习学习 都有个学习软件 没有一个说得清 什么是中共的底线思维 底线在哪里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 没有一个人去问一下说 哎呀 习总 万一咱们这底线被突破了 怎么办 所以你看 带来的思考是什么 现在的中共任何一个风吹草动 都可以是碰触底线的事件 你可以一篇文章 一个帖子 一位医生的死亡 一位律师的自由 都可能是碰触底线的事情 都能要它的命 这中共在这次救灾上 你说它的这个底线是什么 它其实好像在悬崖边上走 一个不经意 它这个政党 它觉得就完了 突破底线思维 它会有怎样的这个应对呢 你把它这个底线突破了 刚才说了 没一个人知道 也就意味着任何一种反应都可能出现 都可以成为中共亡党之前的反扑 中美贸易战2018年的时候 它提底线思维 那是经济上的不稳定 会引发严峻的经济形势下的 这个中共执政地位的崩塌 到了2019年香港反送中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法律条款 就能引发百万游行 导致2019年成为香港反送中 成为最重大的国际民权运动 如今最迫在眉睫的是什么 而面对国际索赔 咱们要问中共的底线思维在哪里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了 上个星期 习近平又开会了 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再次重申 面对这个严峻的国际形势 面对这个国际疫情要坚持底线思维 做好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 这个思想和工作准备 那么我们要看 你要什么样的思想准备工作准备 是依据怎样的一个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呢 外部环境是什么 第一 中共试图摆脱疫情 说你是中国起源的 武汉起源的 甩锅世界 结果呢 却导致了更深更广泛的国际反感和反弹 这是原因 第二个他面对的这个复杂环境是什么 这个国际疫情 尤其是什么 美国已经是把中共当作战略对手的 现在他那个疫情严峻的不得了 民间与政坛都对中共进行追责 那么而且这种追责已经进入了实际的运行阶段 所以对中共来说 这美国这边形势太复杂 第三是什么呢 全世界经济都停下来了 不上班嘛 Stay at home 有封城的嘛 那么中共它是什么 它在那边牺牲国民生命冒这个险来进行复工 它想抢占中国疫情先行缓和这么一个时间差 结果呢 大家都遭灾了 根本就没人下订单了 你抢回来这点时间进行复工啊 订单没有了 你开工生产东西卖给谁呀 这个优势丧失了 同时呢 中国紧张的就赶紧的造的一些什么 医护用品 在当下 你想 这些医护用品都是跟生命相关的 在这关键时刻 它继续发扬中国造的低劣无良的光荣传统 坑害全世界了 结果就导致了更广泛的叫去中国化 看不上你的产品 不想用你的产品了 第四是什么呢 外交上搞战狼 宣传上搞这个信息战 与世界各国这个矛盾呢 从民间到政府比比皆是 大量的说为中共护旗的 网军也好 被蒙蔽的群众也好吧 你看在这亚洲 咱们不说欧洲了 不说别的地方 在亚洲也不说对这个非洲的这个矛盾 就说在亚洲 除了对台湾 台湾是政治宿敌嘛 该骂就骂 该打就打 一直是那个嚣张气 那好 原来的日本、韩国对你不错呀 也给得罪了 就连那个温良谦让的泰国 他也上去痛骂一遍 结果反而导致全世界都看清了 真正的黑手啊 不光是这个 不是这个中国 而是什么 是这个中共 所以呢 渐渐的从去中国化 转向了去中共化 政治指向更加明显 刚才说了 中共自己从来没有说清楚 自己什么底线思维 那它说不清楚 我呢 我咱们试着帮它说清楚了 好吧 在现在这个疫情情况下 它要守住的第一条底线是什么 就是死猪不怕 开水烫 面对全世界的索赔 面对全世界的追讨责任 我坚决不承认 不承认我们制造病毒 不承认我们隐瞒了疫情 从这一点出发 所以中共会有什么样的一个 底线思维的一个行动呢 守底线思维行动呢 就是会坚决继续的支持 包庇譚德塞领导的世卫组织 会拒绝调查对国际组织的改组行动 中共还会坚持隐瞒甚至开始什么 毁灭所有指向中共的武汉病毒来源的证据 包括相关人员 包括这个实验室 我跟你说 甚至会包括什么 制造意外死亡 甚至摧毁实验室 那你可以充分的怀疑 你充分怀疑 对吧 你为什么要摧毁实验室 这些人为什么会死亡 但你永远都不会再获得更有力的证据 这就叫死竹不法开水套 对于早期的一些科学论文的临床报告 我跟你说 它也可以进行扭曲伪造 咱们观察未来的这段时间 它会不会做这一系列的事情 第二条底线叫什么 叫狗急了跳墙 那边是死竹不法开水套 第二条叫狗急跳墙 所有的国际追责 真相的展现 我都必须彻底的阻断在境外 杜绝国内民众的觉醒 杜绝民间追讨 这样子来强化境内官方制造假信息 制造民族仇恨 这个呢 我跟你说 会成为大陆政治生态的一个主要部分 在未来 用这种暴虐的群众行动 威胁压制那些 肯定有政治力量准备是过来 国内的政治力量 对不对 在党内的政治力量要接锅盖的 要追责现在最高领导层责任的 这些政治力量 我用什么 我用群众运动来压你 那么我们看最近的一些异动 就包括在香港再提国家安全法 就过去说23条嘛 包括在台湾呢 搞什么航母巡异 刚才不是说了吗 突破底线思维怎么办呢 全党也没有人说得出个什么方案来 现在有不少朋友担心呢 说现在美军航母在太平洋上的这个航母 都不能用了 你当初江峰 你不是说了吗 中共军队搞这个超限战就是要瘫痪 或者辞职美军的航母编队吗 现在是不是它这个已经实现这个战术目标了呢 那中共是不是既然实现战术目标 下一步就是开始采取行动 开始打台湾了呢 这个瘫痪美军航母 它是一个战术目标 它协助战略目标的实现 那么战略目标是什么 就是中共当初的计划当中最重要的两条 是什么 第一条 要考虑台湾的抵抗意志 第二是要考虑什么 美军的支援和台湾现在军事力量的成长 咱们现在看第一条 台湾的抵抗意志 瘫痪航母是要获得攻台的时间差 这是它的战略的一个方向 只要美军的支援还没有赶上来 台湾就投降了 比如台湾这个议会就同意了 我们归降中共 我们现在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这样中共就可以取得什么 占领的合法性 但是你看 今天这个中共的这个超限战 在当年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 到现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了 岛内亲近中共的声音 香港反送中 2020总统大选 再加上当下台湾因为反共而取得防疫的先机 这种亲中共的声音很弱化 力量变得非常单薄 国民党重组之后 你给举例子知道了 国民党重组之后 没有如惯例得到习近平的贺电 这过去就不正常的 说明什么 说明国民党也想让共产党离它自己远一点 不然它在这个岛内的政治生态上 它不好生存 知道了吧 显然呢 从这点来看 中共军队一旦攻台 它就不好找到当初这样的坚决的拥护者了 连找这个到街上去扭秧个唱解放区的天 是明朗的天 欢迎解放军的人都找不到了 那就意味着共军攻台要付出更大的伤亡 并且难以取得原先的这种战略设想 不能够打一个时间差 先让台湾人投降 第二个呢 是什么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台湾的防御实力 和美军的全面介入这个关系 这个也是今非昔比了 就举一个例子吧 台湾的这种增程型的这个熊三 它定了一个射程 为什么定了400公里呢 这个射程封锁台湾海峡和这个台湾周边 是没有问题的 更重要的 它这个射程是什么 覆盖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 北边是宫古海峡 由日本海空军看着 而且呢 这个第二岛链的美国海军过来呢 也很容易 在日本的海军基地呢 美国海军基地也很多 所以呢 不成问题 南边的巴士海峡 美国在那边的防御就差一点了 跟现在的菲律宾处的关系也一般 所以熊三导弹在这里呢 等于是强化第一岛链 跟美国军事力量进行配合的一个重要的做法 这就说明什么 说明美台的军事合作呀 已经细化到如此地步了 细化到这个彼此的武器研发配置部署 这样的事情都已经走到台边上来 都已经成为合作方案 你说美军捍卫台湾的决心 还是前几年能比的吗 这个辽宁号 它出现在台湾周边海域 你要反过来看这个事情 不是说它出现了就台大陆就要打台湾了 中共就要打台湾了 不是 正相反 反过来看 辽宁号和它的编队根本不拒 不管它吹牛吹牛大 不管今天这里有多少所谓的大陆网军想反驳 实际上它是不具备太空、高空、水面 和海底四维防御能力的 真的要打台湾的话 跟你说 航母这样的目标 它就越不敢出现 不但雄三导弹会收拾它 美国航母就算不参战 宙斯顿巡航导弹 几乎是所有美国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标配 所以打辽宁号太容易了 所以中共越要打台湾 辽宁号就越会往旁边站 这个辽宁号的出现是它不打台湾的标志 至少是近期不打台湾的标志 你们要看这个 那两个指标你可以参考 它如果真想打台湾 你看这两个事情会不会发生 第一 台湾岛的政治力量宣传力量 是否突然空前的加强反台独、反美 亲共的宣传 一些大腕重量的政治人物是否会大量的出台 这就跟着什么 就跟着地震之前的老鼠突然满街跑一样 收到疯了 收到信息了 要出事 就跑出来露面 另外一个这个参考指标什么 就是海峡队岸会大量的召集渔船民用船只 这个现象有没有呢 有 你在关注它 它这种临战的这种召集 至少要15到20天才能够有个基本的形状出来 你说它现在这个疫情期间 它会干这些事吗 它不敢看 当初的攻台战略都没有算到一个什么呢 没有算到自己的官兵百姓 也会受到超限战战略所害 这病毒奔着别人去的反过来 它奔着共产党奔得更厉害 没把这因素算进 再说了 你看现在它把老百姓的护照都收缴了 还放心让渔民呼啦啦的往外跑吗 不是去打仗起来 都起义去了 当时候 为什么收缴护照呢 除了我们分析过的 就是说有个闭关脱钩的因素之外 除了控制境外消费经济因素之外 因为它三四年前就开始慢慢在做这个事情了 当然 我就好昨天不是一个直播嘛 我就说了 其实它什么厅局及初级以上 你收它现在的护照 它还有别的护照 你收了它因公护照 它还有因私护照 针对主要就是老百姓干的事情 是吧 那么大家记得我在历史上今天讲过 斯德哥尔摩症几个要素 是吧 记得吧 实际上这次收缴护照跟这个有关系 你看 怎么样才能形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完全封闭的环境 完全控制的唯一的信息来源 无路可逃的绝境 你只有这几条同时实现了 你才会控制你的人 甚至是危害你要你的命的人 反而你去向他表达你的忠诚 甚至是爱 护照没了 退路就没了 紧接着中共还控制着医疗资源 控制着粮食资源 无路可逃 就将成为中共统治下人民 面临的一个真实的情境 其实说实话 这场灾难呢 除了伤害中国 也在伤害整个世界 这中共政权它突破底线 它行恶的时候啊 还有这个被党文化熏陶出来 或者逼迫出来的人民也在行恶的时候 它怎么行恶呢 为世界遭灾兴高采烈 这不是行恶吗 不断的突破做人的底线 这是纽约看不起病的跳河自杀了 一片欢呼 那么好 就在你们这样的突破 这个做人的底线的时候 世界究竟怎么样呢 除了咱们开篇说的 西方政府正在不遗余力的帮助自己的国民 国民也在坚守着做人的底线 这段时间呢 有个来自加拿大 有个做爸爸的 一位父亲马克的经历在流传 他在疫情来到之后 跟很多这个小生意人一样 就是订单都没有了 破产了 对自己的妻子孩子很难交代 很痛苦 他去年生意他还很红火呢 当时还计划准备给妻子给孩子 买一套什么有后院的大房子 现在却考虑不得不从现在这个租来的 这个大公寓搬出去换个小公寓 这马克就因为这个就患上忧郁症了 他后来呢 不得不给房东写信 他觉得交不起房租了 要违约签了个一年的这个租赁 他跟房东说 我们不得不离开 住进一个小得多的公寓去 我们一家人其实都很喜欢这里 但是继续住在这里 我们会在三个月内花光所有的积蓄 我恐怕要违反租约离开了 他把这信记出去了 发电子邮件嘛 结果房东在凌晨一点的时候 给马克就发回了这个回复 房东说 说 马克 谢谢你的坦诚 我只想告诉你 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我们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房东和租户的关系 我们都是人 我们在这个从来未有过的艰难时代 守候在一起 彼此支持 听到你说必须搬回多伦多 不过 我很伤心 我也完全理解 家庭是第一位的 但是马克 我想让你知道 我也跟你说实话 我也不是一个大老板 我也遇到了财务困难 然后呢 紧接着 就给这个马克呀 商量了一个什么呢 非常宽厚的租约条件 就是说 你违约 你想走 我不会罚你 再说呢 你现在已经交了个押金 你可以继续抵一个月的租金 以后的租金怎么算 房东非常的宽厚 马克对房东这种很简单的人性举动 就感到非常的欣慰 然后他把这个信呢 把房东的反应就分享到这个社交媒体上了 结果引起巨大的反应 你想 这场瘟疫给多少人造成了困惑和艰难呢 是不是 制造了多少的马克和他的房东啊 但是无论是房东还是租客 都表现出了对对方的坦诚 与一份能做到的力所能及的人词 马克后来是把这个经历跟别人分享之后 他这个忧郁症也缓和了 为什么 他发现其实有无数的人跟他一样在面对着艰难 所以他不再感到孤独了 马克说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有些人比其他人更难 但是正如我的房东强调的 这是一场我们所有人都在面对的战场 我唯一的希望是 我们将继续的多一些善良 哪怕这种善良只能是那么一点点 也会让这个最艰难的日子不那么漫长 这就是马克的一个简单的经历 所以在这个特别艰难的时代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都面临着一种什么呢 你在不断的突破自己的底线 还是在坚守着做人应有的底线 《江峰漫谈》 我们下回再见